1999年12月31号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 一贯事权如命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在没有被人胁迫的情况下 突然宣布辞职 在这之后 便在克里姆林宫中举行了半戒仪式 叶利钦与土经做了最后的交接 叶利钦表示 他执政八年 非但没有给国家带来振兴 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 反而却留下了很多心酸的记录 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大中型企业产值下降 农业产值下降 再加上通货膨胀 这一经济危机等 所以叶利钦在将总统 只为交给普京时临别赠言 照看好俄罗斯 这短短六个字 说明了叶利钦对普京农丽的信任 对他执政的期望 希望他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不过最后叶利钦的这个期望 普京做到了 其实叶利钦在总统第二任期内 他的身体健康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1996年秋天起 他就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 有传闻说 叶利钦曾专门研究过普京 并在档案中写道 普京是个忠诚稳定又可靠的人 且头脑清晰灵活 绝对能唯以重任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普京成为兴雄团后 便可以成为他家人的终身保护神 要知道 叶利钦在执政期间 犯了很多件担天复地的大事 俄罗斯当时很多人都对他充满敌意 他一直害怕 退休后会遭人秋后算账 不过这一点上 普京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普京上台后 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签署了 关于对停止行使职权的 俄罗斯联邦总统 及其家庭成员 提供法律保护的命运 据叶利钦女儿回忆 父亲的晚年 相比其他总统 他过得很幸福 普京不仅为他配备了警卫 厨师和医生 而且出行有警车开到 甚至每年都可以乘坐专机出国旅游